必死的绝症 没用的树才是最棒的树 真对不起 真对不起 原来你是一棵大智慧的树 庄子身处的背景正是战国时代 他生活在叫孔子与老子后期 与孟子同时代 由于孔子老子身处春秋 当时政局尚算安稳 但是到了庄猛之时 叫春秋之时时局更纷乱 战争贫人礼崩乐坏 面对这种情况 孟子庄子这一代 就要推陈出心 故此出现了孟庄两人 他们继承儒家 与道家的传统 并做出改变 已适合时代发展 他们的思想 对中国以后的发展 有很大影响 画庄子的预言不能用写实的笔法 全成了俩老头的对话 那就毫无趣味 也不能用一笔一笔机械式的日本动画 那样会令全文主旨尽尸 只有用蔡先生的固有笔法最为适当 他善以公正而不写实的笔调画古装人物 那个光头神探居然穿上了古装扮演了庄周 画中的大人物身体大 小人物身体小 也十分的有趣 庄周书中有许多长篇大道理十分的难懂 经菜纸中之笔 却变成了生动的画面 令人一看就明白了 把庄子最主要的理论 立刻记在心中 如果你看完这集动画 就能贯通老庄哲学的打意 你也不要因为有哲学二字而逃避 文中的理论全是用笑话给拼成的 他还帮你解决 出风头好呢 还是默默无闻的好 到底要活多少岁才算够呢 也谈及了生物进化和物质不灭的原始观念 这是令人敬佩的一位了不得的圣人 以这些理论做成的动画 岂非千古创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